南投縣文化局至極日起 展出夏天魷魚翼 2015南投縣校長美展 共有縣內21位校長參展 包含水彩、油畫、書法等各項藝術作品 展現南投縣優質的軟實力 2015年在文化局有一場 我們的魷魚翼 就是我們所有的南投縣的 國中小的校長的一個連展 除了說書法之外 還有很多的包括水墨 還有我們的水彩展 我想我們的校長在工忙至於 能夠利用這個時間 在藝術方面的一個深化跟提升 這個是也非常難得 議員曾正言指出 通過參加藝文活動 有助於提升自身的文化氣息 以及疏解身心壓力 對於縣內的校長們 能夠利用工作之餘 培養藝術方面的興趣表示相當肯定 我看所有的每一幅畫都相當相當漂亮 在這裡有這個文化的氣息 尤其在這個畫畫還是書法方面 有這種興趣的話可以平常有疏解工作壓力 尤其在這個多文化的社會上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壓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有這種氣息的話 就是培養你的文化 文化這個氣息還有文化的感想 對維人此次方面就是會更加的圓滿更加的漂亮 議員賴燕雪期盼 藉由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可以推廣生活美學教育 帶領學生感受藝術之美 同時也邀請鄉親民眾有空時 來文化局參觀這次的南投縣校長美展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連展能夠將我們的生活美學 藝術文化做一個提升 同時也能夠潛移默化的來教導我們的學生 更能夠透過這樣的美展展現南投縣文化的一個深度跟一個實力 我相信說南投有漂亮的外衣 也需要透過我們內涵深度的一個扎根 讓我們的南投縣更具朝氣更具活力更具有文化氣息 所以燕雪每年都來參加 也祝福今天展出的大會圓滿成功 同時也邀請我們的鄉親 利用放假期間來走一走我們文化中心 欣賞一下我們的視覺的享受 我們藝術文化的一個饗宴 燕雪在這邊承擾邀請大家喔 希望校長們平時也可以在校園內 展出師生的藝文作品 布置校園環境 讓學生們在生活中有更多機會欣賞藝術 民藝新聞洪家燕南投採訪報導